掉光光了 打开套袋里面却是什么也没有 六分地大的田氏员一眼望去 每一棵树上都光秃秃的 只剩下零星的几个套袋挂在树上 农民今年损失惨重 平常这个田氏好的话 我们就有二十万的收入 可是今年就什么都也没有 然后现在是我们 农民说一年就靠收成田氏来生活 但是今年七月份的树立台风 所有的辛苦全毁于一旦 几乎一棵也不剩 但在损失惨重的状况下 让农民更受打击的是 连天然栽开救助补助办法都无法申请 要去申请那个乡公所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是 不是那个农木用地 我才知道说我们这边是很像没有被捕捉 一定要农木用地 才可以接受这个补助跟救助 重灾林业用地的 我们公部门的 也因为是依法行政的关系 我们也只能爱莫能助 坚持乡公所无奈 农民也只有自己承担 另外公所说全乡种植田氏面积 约八十公顷 不过在七月份的树立台风 就回损了超过五成以上 随后又经历了几次台风 今年田氏产量非常的少 不过还是有农民开始收成摆摊贩售 十月份正是田氏陆续收成的时候 但是多数农民没得收成 就算有办法收成的农户 也必须经过挑选才可以贩售 但公所表示为了少部分的农民 还是决定选在十一月初举办田氏促销展售 让农民有个平台销售农产品 接着木拉斯巴扎克 新竹坚持采访报道